刚刚在楼下看了这种海报 对啊 那个惊人的那个海报 你真的放在一起看 放在一会儿就看着 好像挺伟大的感觉 是啊 你自己每次穿过什么感觉 真的 没有我都是都习惯了 但是我们刚挂的时候觉得还不错 是吧 这个其实是个国际传统 我去斯比尔伯格尔还有大的电影公司 他们主要是挂海报 你觉得他们这种电影工业的特性怎么做 对他们就是一种规矩 制度 我在三年拍长城 我是非常怀念在中国做导演的日子 大陆很多人还不了解 还一直推崇说我们要好莱坞制片人化 我们要制度化 我跟你说 我很不喜欢好莱坞这种大片的这种制片人制度 比如您说具体点 就是你的创作不自由 制约特别多 一开始给我我不想接 我觉得这爆米花真的没啥意思 而且那个剧本写的 当年写的还很老派 来中国拱床单 跟中国女孩 这种那写的中国也不像中国 而且没法改 也得没着权力 早期中外赫子鞋 对对 而且又是个英文片 我就不想接 后来金人跟我说 导演你想没想过 说一部中国电影 在全世界150个国家首周上映 同时开花 你想没想过这件事情 如果你不接 你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哎呀 你就会心动了 就其实就是这句话 算了 试一下吧 结果三年三年半 一个巨大三年来了 巨大三 很多体会 特黄上的并不那么不成功 对你来说有直接的感觉 那个没有啥 你最后才得出其实一个大白话 就是做回你自己 我三年多的时间搭在那个电影上 最后大家还一片骂声 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得出这么一个 雷先生不好意思打扰你啊 谢谢你啊 好好好 您在这住多久了 这个住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啊 您坐您坐 咱们坐聊 对 你们随便啊 您最早见他什么印象 最七年他刚来厂子的时候 是什么状况 最早的印象是这个情况 他家庭出身不好 张悠默他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他母亲是大地主 就是历史反革命之地 七年入不上团 车间开大会 会议结束的时候 领导说 党呃团员都留下 其他人 走吧 全车间六位多人 只有张悠默一个人站起来 当时我在会场我看到了 一看那个背影非常尴尬 全车间六位多人目光都投向了他 又反复多数次 领导向这个啰嗦 最后一开会就说 张悠默你走吧 后来几日就来了 北京电影学院分了个名案 这个名案怪的 比如我们陕西省有13个纺织厂 只有一个名案 他随便一发 刚发到八场 这才发到过面一场 或者发到任何一个厂子以后 张悠默就完了 八场有几千人是吧 五千人 张悠默这些朋友们 家庭出这都不好 这伙人不好 这伙人可有个特点 爱学习 爱文化 都想搞自己的出路 张悠默就想搞摄影 他想以后 我只要把照相搞好 工会能不能把我 从一个普通工人 抽到工会里边 给大家照相 他当时思想就是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根本 没有想到说是 我将来要拍电影 我将来要成世界大师 没有 他当时拍照的照片 我一张都没丢 咱们去看看吧 好吗 走 来 这些镜头 都是张悠默当年亲自拍照的 我再放大了 您跟我们都讲讲 对 再说这个照片 这是我们参加全国美展 这是张悠默拍的吗 都是张悠默拍的 我跟你说 这张不是他拍的 他在里面 对 你说的非常对 这是年轻的张悠默 这是我 他当时做的那个织袜工艺上 是要讲故事 给我们这点讲故事 所以你们车间是做袜子的是吧 织袜是做袜子的 做袜子 这是做袜子 这还是在北京参观美展 他拍的确实好 他这个他主要是把你这个 神态 神态 每个人人神态 对 你看这些 这个非常好 这个非常 这个拍的好 这是怎么回事 你想想这个 这个是怎么来的 武德工在张悠默没进场以前 他看了法国一个电影 电影是广告 那个广告就是还我自由 他后来后他自己也找了几个人拍了 拍过以后张悠默进场后他说 哎呀 我看还是这个东西 把这个课题交给张悠默来拍 张悠默一听以后 哈 我们这售价的都是出生不好的 根本就没出路 我都想着要有自由 走 到那楼底下 结果开始拍的时候几个以后 我们就没拍过什么东西 也不如镜头 张悠默最后我说这导演的那个成分出来了 他说你们几个是我抓了地下党 现在我要枪毙你们 临死以前你们在想事吗 结果我后来拧着头 拧死不去 《华尔冈》里后是露似镜头 既然进了双手一架 年望蓝天 武德工人很沉静 刘梦春说 我还不想死 我还年轻 还年望阳光 这就是张艺谋电影艺术的源头 你觉得张艺谋找到自己的自由了吗 他想找到自由 我记得当时他拿那个照相机的时候 我给他说了一下 裴哥换我自由 张艺谋跟没说二话 我记得很清楚 我看了 给他拖了一下 拖了一下 好像鼓了个镜 走下去拍照 他想有自由 没有自由 小学四年级就要填一个表 那个表上就要让你填那个家庭出身这一栏 你看他捂着 悄悄不太愿意让大家看着 那就是地主啊 富龙啊 然后那些填贫农啊 夏中农的就特别 我就是就空着拿回家 不知道填什么 然后我爸我妈就说等一会儿吧 我们等会儿再跟你说 然后他们俩就商量 长时间的商量 这个填什么 然后我呢 就不经意的注意到他们很忧虑 在这想填什么 又想不要刺激我 又好像又能交代 等等等等 就这一类 那种阴影是挺重的 它会在很长的时间内 让你变成一种比较自卑的 隐忍的这样的一种性格 尤其是很自卑的一种性格 我就基本上在生活中 就养成了寻规倒居 很低调 从不出头不张扬 嗯 嗯 嗯 这件事情在我身上不可能发生 我就把全世界的奖都得了 全世界的票房都都我最高 我也不可能发生 真的没有过一次那种狂喜 你就是人面前当然表现是那样的 也很高兴 也有很多这样的照片 还脸的微笑 但实际上内心很清楚 一直提醒自己 不要忘了你是曾经是谁 对吧 你不会觉得自己是天之骄词 一切东西都是偶然的 这也会化成一个很大的一个 比如说动力吗 会成为在艺术上的一个反向 嗯 大家说我色彩很张扬 嗯 大家说我形式很极致 对你这也许是一个逆向的 一个表达吧 嗯 你在这形式这些组成教书里 你对什么你觉得最有天赋 最敏感 对色彩吗 还是对什么 对 嗯 世人认为我是对色彩 嗯 实际上 现在我总结自己的强项 就是造型 我对造型有一定的物性 嗯 和敏感性 这个造型感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你要追求造型的原创性 嗯 第二个你要有完成度 有时候光想你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做 嗯 昨天我还开会 他们十个人拉签 好像很做出一个图很漂亮 眼签伏二十米的生 我说你这个这个图就是骗人的 你完成度一定不是这样 二十米的生 这个有个地心引力 嗯 全部垂下来 对 搅在一起了 就不是你画的这个这么漂亮 观念和完成 你一定要想好 这才叫造型 嗯 你光空想啊 是不行的 空想的造型到了现场 傻了 乱了 怎么办 嗯 这个不行 这不叫造型观念 这叫空想社会主义 哈哈哈哈 这来自天分 还是说大量的后天训练带来的 你觉得 一半来自天分 一半来自后天训练 嗯 我根本我在导演群中 我都不是一个反应敏锐的 那么一个天才型的一个导演 我是个用功性的导演 就就是你会接触很多同同行 你会觉得他们很牛 你比如说是王家卫 嗯 我就是才华 你别人说什么 拍的超之烂七八糟一片混乱啊 拍的三个月都不要了 后头又补戏了 还愣呼呼的 连他都不知道 嗯 最有意思的 东邪西都那个梁朝伟 嗯 首演的时候跟我说 导演你知道吗 给你讲一个事 我原来演的是东邪 最后剪完我一看我 我什么西都 张三成李四 他又不知道 就各种各种各种 不可知 各种困惑 你看作品 王家卫的作品 就那种小资的那种 城市感觉 我跟你说 一流 嗯 从老上海过来的那种味道 就这种东西是才华 嗯 我是笨鸟先飞 哼哼哼哼哼哼 这就是我说的 嗯 你长期的训练 嗯 长期的经验 最后激发你 内心深处素质当中 你都不知道的那些东西 嗯 嗯 坦率的时候以我现在的年龄 我召集我所有的团队 大的奥运会的上百人团队 小到一个三五人团队 再坐下来谈创意 没有人是我的哥 嗯 都很服气 嗯 孜孜不倦的要一定要谈创意 要心 嗯 嗯 要跟别人不一样 有时候一年两年谈这一个创意 嗯 就沿着两分钟 这个是我强项 这动力怎么来的呢 嗯 逼自己 对但逼自己是很难的事情 就每个人都充满了懈怠的欲望 是很难 是很难 接了这个单 你必须比你现在不了 嗯 这就是他们说为什么我老不睡觉 这个但是在这压着开什么玩笑 我能睡着觉睡不着觉 咱就是奥运会 嗯 那你开幕式 我的天哪 就中国人那时候那心情 嗯 开玩笑呢 你敢弄砸了 你怎么可能睡着觉 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 比如是一种不断自我证明的欲望 一种饥饿感 或者一种什么样的不安全感 都是你可以怎么解释这个东西呢 我是那种嗯 就是答应了的事 就是要给人家做好 嗯 无论是国家的任务 还小到你自己拍一个东西 大家都来了 演员都来了 你是能不做好吗 你大家都寄希望了 就这是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原则 对对你不能对不起别人 小到一个厂工说我跟导演合作完 下一步能涨工资 哎呦 因为我跟了张艺谋 那大到一个大演员 他也觉得我很希望跟张导有这样一个合作 我希望我的演艺事业能有一个提升 所有人都是有很世俗的期望 才跟你合作呀 嗯 你怎么能不用功 怎么能相信自己是天才嘻哈 油油细细的就做了 你你不能倦怠啊 你不能懈怠 你不能懈怠 当然你最后失败了 大伙也认也丧被打眼了 最后 也不说啥了 走了卖城了 对吧 但是这个过程你是百分百努力的 比如说这些你给大家感觉就是 你做了各种尝试吗 没有基本上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你从来没出现过那种真正的懈怠吗 或者说不想做了 从来没有 我就是劳碌命 或者说高产这么重要吗 你觉得高产不重要 常常有另外一种理论吗 说是你就是好好的五年磨一剑 五年磨一剑 你比现在好 但这不适合你 这不适合我 就是因为我闲不住 还有一个就愿意做各种东西 就是我自己的那种求变 不安分 过去人生经历带来的那种 那种那种压抑的东西 在这里就释放 释放的比较任性 我有时候就是完全就是 就拍吧 就这样 甚至有人提醒说 当然这作品可能 会不会对你有影响 这个慎重点 哎呀就拍了就拍了 就一部电影嘛 嗯 在这一点上 我不太爱惜自己羽毛 嗯 我不太精心打造自己的品牌 挺好的 我觉得 对 就是你看着好像对谁多好 其实挺人心的 对 包括这个你自己肯定也知道 很多人诟病你的一点 大家认为你个人在你的东西中 都变成一个群体的一部分 或者是不重要的一部分 你对你怎么面对这些批评呢 嗯 嗯 我觉得那个其实 嗯 批评的不对 嗯 我倒认为 我们作品里边的东西深深的带着我们 时代的烙印 带着我的自己的烙印 嗯 今天中国人讲的家国情怀 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集体主义的 嗯 它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嗯 就是大家怎么样 我怎么样 嗯 这是你的民族和和这个传统的东西过来 所以我对这一类人批评 我永远觉得你讲的有一定道理 嗯 但是我呢 习惯是这样子 嗯 也可以 这些批评会困扰你吗 不会 不会 您怎么评价影这个电影呢 嗯 你说这个三年让您感觉到重新做自己吗 那个片子也是关于自己的问题 有关系 有关系 就是做回自己 嗯 首先我自己很喜欢替身 嗯 这样一个故事 通常这种古装戏啊 就是宫斗啊 就是这些东西 写来写去 它就是贵族阶层的一个游戏 嗯 我们这个影 我认为主角是个平民 嗯 是个草根 这个我喜欢 不管是草根逆袭 农民起义 咱就乱说 还是反抗 还是求生 还是野心 随便 但是是这样一个人的故事 嗯 所以其实脱离了权谋 但电影里权谋又无处不在啊 是以至于那个草根这个这个平民 又变成了一个新的权谋化身 对也许 也许是这样 我觉得天使和魔鬼是隔着一层 所以我我倒觉得这个身份转换是有趣的 这是一个现代名题 所以从头到尾这个人说我是谁 我到底是谁 其实到最后还是这个 嗯 比如您处理这种替身身份的焦虑的问题吗 你说这个最难的部分是哪里呢 最难的是让这个人活下来 而且让这个人暂时胜利 嗯 最难 古今中外 只要写替身 军不得好死 嗯 因为那都是贵族游戏 通常被拉来当替身的人 嗯 都是普通人 嗯 对吧 都是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人 嗯 所以他最终都难逃一死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 你看他的每一步 其实都是挣扎求生 即便他最后好像成了老大一样的 对吧 号令天下 但实际上你知道对这个人来讲 他唯有这样才能活下来 嗯 就算他日后辞官而去 浪迹天涯 我做我的老百姓 嗯 你也必须先这样 你才能活下来 嗯 否则哪有你的活路 嗯 他是不是也不可能做老百姓了 只有这条路了 不知道 全力是不是本身就是 不知道 我们说全力腐蚀灵魂 嗯 对吧 也许 但是这个人不太一样 我认为 从头到尾这个人说我是谁 我到底是谁 嗯 自己对自己身份的这种迷惑 嗯 这是一个很很很久远的现代哲学命题 嗯 所以我很喜欢那个面具扣到脸上 嗯 那绝望的暗黑绝望到顶点 因为他是多聪明的 他知道这个面具扣下来意味着什么 他要做成一个 嗯 被人用的一个一个利用的被人算计的一个结果 这就是影子 就是拿一个古装系 嗯 来做我自己喜欢的命题 表达我自己的 哎可以说是个预言 对这点我一直想问您比如说你想通过预言来表达某种想法吗 理念或者思想 对 但这个预言如果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 预言又经常变得就是逻辑上会发现变形或扭曲或失真 就是这两者关系是什么 就是真正的历史感历史意识和想表达思想之间这种对你来说架构这种关系是什么 我这回主要是情节上合理 逻辑上合理 就人情事故上合理 这个特别重要 那这个做成了就ok了 至于说你的任何一部作品对历史做出一个回答 那就太大了 嗯 那个真的太大了 那个我们回答不了 是 我们不针对整个那么大个词来回答 比如说您刚开始拍电影包这一代人 你们在80年代都在回应巨大的历史意识 对对 都下意识要回应这个事情 对 你还还念那个时代那个时刻吗 80年代 对那种 我觉得80年代非常好 在我来回忆就是热血沸腾的80年代 全民的那种求知欲 打开一个窗户改革开放刚开始 想看世界 想了解世界 反过来了解自己 寻根也罢 反思也罢 对吧 那种渴望是特别有趣的 那个时代 开玩笑的时候 那时候谈恋爱 你就拿一本弗洛伊德 你就谈成了 你就泡妞泡成了 所以就人人是这样子 你没有见过看影展 看美展 挤地铁一样 像淘宝一样 对 前胸贴着后背 人挤人五层以上 全民在谈文化 哪像今天都在谈票房 所以不一样 真不一样 那个年代 对于电影来说 也是一个就是没有杂念的 纯创作 你真的没有杂念 现在你说你作为一个导演 作为一个编剧 你说你拍一个电影 你说我没有杂念 我都不信 那个是说给媒体听的 宣传词 怎么可能 对吧 我们都是俗人 就在这个世界中 你说你脑子中 这也不行 你就那么艺术家 就那么纯粹 我不太信 那就是一般都是姿态 但肯定是在脑子里要过的 各种事情要赢 只是说你不去管 或者你尽量少受干扰 你尽量让自己清心寡欲 你能做到这一点就很好了 你不可能 所以世俗的东西很多 功利的东西也很多 浮躁的东西也很多 你的杂念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呢 那个早就有了 人是一直有的 人是一直有的 因为电影这个东西也很有趣 它是个创作 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 为了考大学 为了干什么 完全是为了找出路 也并没有想这个事情 当你真正做了电影这一行的时候 你也发现它是一个 也是个名利场 但是由于电影的影响大 所以你好像 大家都知道 但是那你就觉得自己 就不一样 这个艺术就高人一等 或者怎么样 你心里面就会有这样的杂念 起起伏伏的 包括你以前也说过 其实电影是跟时代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 你班里那是一种情绪 就是那是一种 现在是另一种情绪 对 你怎么看 比如现在这十年的情绪呢 比如从08年奥运会到现在 08年既是中国的一个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其实也是你个人的 对 你怎么看这十年 网络时代迅速的来临 新东西层出不穷 回到我们影视行人来说 面临了一个突飞猛进 全世界最大市场的一个来历 突然间到来 突然到来 全世界的电视节 今天看中国的电视 都感觉中国人是个爆发户 你明白 第五代当年在各个电视节 摘金夺银 逢奖必拿的时代过去了 不是我们的水平退步了 是他们的眼光变了 对 每个十段有一段 他们现在看 觉得中国很有钱 中国市场很好 每一个都是好像都是商业的东西 而且你的坦星在红坦上 每一个电视节都很有风头 成了你们的主场了 其实东西越多 发展越快 信息越多 现在反倒会回到最本位来看 我们大家都是觉得 我们的好作品太少了 你说原因是什么 人才的成长没有这么快 你就是这么多人才 你的这个速度是 大数据的速度是很快的 然后那你这么多数据 这么多人 这么多发展 大家都要都要 那就只能注水了 甚至因为注水本来的人才给注没了 对 接单都接不过来 现在每个人身上没有三单五单 那就不叫干电影了 对吧 你去问去 都签到三年以后了 而且你说一句之本一句之本 现在所有的最笨的投资商 也都知道抓剧本 中心西文系的那些 一年级二年级那些 刚刚学写作的写手 都被公司签了 各种各种大家都抢抢资源 所以就越来越难有十年磨一剑的东西 越来越难有这种就是高端的真正那么有力量的东西 那么捷径完美的很难 本来创作就有很多天然的限制 也有我说的各种自己的杂念 除了这之外 整个社会的很多东西也太过于浮躁 所以竞品很难 中国文学从八十年代那种高峰到九十年代之后到现在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衰落的时候 这种文学衰落觉得对你的电影的影响蛮大的吗 对大家都大 影视它离不开文学 对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文学趣味呢 比如什么样的趣味特别容易打动你 我还是愿意看那些 首先第一个要好看 我不太看闷的东西 然后深刻感动 你注意看我的电影 我好和不好 但是我各有标准 但是都不闷吧 对吧 都不闷吧 我没有拍过大闷片吧 你看今天抖音小视频 那个不闷的东西有趣的东西特别流行 所以我觉得天生的电影电视这种艺术门类 首先吸引人 比如上次我们做那个就是也是见诺兰嘛 就是他有他的一个母体 比如他特别喜欢博和斯 他觉得一层一层那个文学叙事 对他电影很大影响很大 对你来说有没有某种母体文学母体 他是一个构成 对我倒没有 我们用电影当文学来使用 大概是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开始 终结在七十年代左右 电影作为思想者 对作为思想作为文学的探索过去了 好莱坞为什么大行其道 对全世界的市场都有一个统治和碾压 他抓住了那种所谓的娱乐性的东西和观赏性的东西 他给抛制的虽然是文学垃圾精神垃圾 但是他好看 价不足为年轻人吸引力 年轻人一茬一茬的看他们 你在这儿唇星顿足 你们简直不求上进 他们还是一茬一茬的追 你怎么办 那联盟英雄要胜应全世界都等着 那有啥意思 对不对 但你会觉得 比如说你作为这么重要一个导演 有责任把这种作为思想者的导演 作为文学者的导演呈现出来吗 你觉得有这个责任吗 我觉得还是那句老话说的很对于 愚教愚乐 对不对今天的年轻人 你可真别老说教 你老在这儿 久经老太肯定不行 你就得愚教愚乐 那你就厉害了 你跟他就有对话了 然后你说的任何的东西 他就听进去 那比如说库布里克和黑字兵 在这时代能被接受吗 今天不会 很难了 今天不会 所以今天是诺兰这些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很厉害 你在心里有高下吗 比如说你库布里克或者 那没有高下 你觉得没有高下 大家是时代的产物 像诺兰的成功就跟前前几个大世纪的导演成功不一样 他是一个电脑时代科技时代的来临 和大家对于新型的商业电影 亚俗共赏的需求 还有想象力的展示等等 各个方面 他的喜欢的东西碰上了 你不觉得其中有些人可能更超越时代 比如说过了50年 可能库布里克内论还是非常 对他那个叫2001漫游太空 对漫游太空 大家说他是鼻祖 有个别是这样的人 但是很少很少了 科学家都没想到 今天成这样 所以你自己没有那种超越时代的欲望吗 就是 没有 我觉得你别 你还想超越时代 你这把这事做好就不错 你超越谁时代 你放心人走查量 年轻时候有 年轻时候肯定有 那也没多想 在这没多想 这东西是真的是人走查量的事 因为一切就是这样的 人的命运常常真是这样子的